字幕采取 江流 欢迎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 我不懂怎样说 23条迅速地通过了 而且已经罕宪 在23日开始实施 當然我們要看看各界的反應,然後我意圖在尾那裏,加一個我的解讀給大家,以及怎樣行動 好了,出席89個人,贊成89個人,當然沒有人反對,那為什麼少了一票呢? 首先,兩件事值得說的,一個就是梁君彥都投票,本來立法會主席是不會投票的 但這件事,他不肯答應不投票,其實誰競選立法會主席都要做一個commitment,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投票 但他當日沒有做這個commitment,終於就是這次投票了 那為什麼少了一席呢?就是因為麥美娟走了做官,命保選 有一些程序的時候,這個人就睡了覺,好笑,睡了覺,國家安全危在彈直,這個真是 丞相非在夢中,君賴在夢中矣 梁君彥說,23條立法欠了國家27年 關乎國家和香港安全的福祉 香港和國家,不,不要說香港,香港 2014、19年都有些問題 國家有沒有問題,國家過去的27年 原來國家真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很辛苦,辛苦審議一致贊成 值得他投票,這張滿分的成績表很厲害 23條極速審議 由刊憲到立法會通過,只是12日,破紀錄 這個就是諮詢期,他1月30日才宣布 2月1日就開始諮詢,28日就諮詢完 諮詢完他要整理,所以整理了幾天 3月8日已經改好了,寫了條文出來,就刊憲 然後中途44條,逐條審議 提修定案,零修定 恢復,二讀辯論,然後三讀通過 總共用了22日 這個是破了紀錄的 李家超形容歷史性時刻 我不是很明白 已經有國安法 香港是不是還有很多問題呢 有沒有問題呢 有國安法之後 有沒有人上街示威呢 沒有人上街示威 以後無後顧之憂 沒有人示威就可以了 國家很安全 就可以發展經濟 真是很好笑 很好笑 原來有了23條就可以發展經濟 香港發展經濟最快的時候 就是80年代 90年代 是港英統治的 外國勢力統治的 鄧炳強 百感交集 很開心 很開心 為什麼會百感交集呢 又敢談 又開心 又激動 好像親生兒子出生 這個這樣說法不對 你媽啊 23條是你的親生兒子 你現在當國家是什麼呢 這個是國家大法 你怎麼可以生的國家大法出來 是你的親生兒子 這些警察真的不懂事 真的很難說 應該是 這個是 上天降下來的 這個神 是你的親生兒子 你有沒有搞錯 非常興奮 23條 經過這麼多年折騰 很感慨 終於就造成了 滴致遠 這些就是民主黨的人 以前民主黨的人 香港在國家安全的基礎之下 可以放心發展 香港好像是魚鷹一樣 在天空就是澳場 一邊是國安法 一邊是23條 哎呀 很厲害啊 有這堆東西 喂 有一堆翼用來做什麼 用來拍別人的鳥仔 飛機飛了一隻百級 你媽啊 示威啊 拍夠你找的翼 管浩明 動用國安法 是一件很丟假的事 你不明白他說什麼 他說當日過不了 要用國家過國安法 其實是 有欲國家體面 也傷害了民族感情 哇 這些聖工會的教士 我首先跟大家說 聖工會當日 亨利八世 反出來 他是沒有吸收到 德國的 兩派 新教的精神 就是Calvinist 和 馬丁路德 所以 其實他跟天主教沒有什麼大分別 兩派現在宣佈完全共融 就是可以接受對方的教徒 葉劉淑儀 如果一早立法 就不會有雨傘運動 那些事情 是不是 這個 容凱恩 喂 你23條 如果你跟你加工講電話 或者你寄東西給你加工 我警告你 這個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你加工寄東西給你的子女 或者資助你老公 你都是勾結外國勢力 我向國安處舉報 大家要看著他 這個 林素衛 粉身碎骨 厲害了 這個石灰淫 首先我跟大家講 石灰淫 不是于謙寫的 是 這個是在 別人寫于謙的故事那裡放進去 沒有證據是于謙寫的 千除萬激出心山 烈火焚燒作等限 粉身碎骨 骨存不怕 要留 清白在人間 哇 他粉身碎骨 留些什麼 我怕他會留些黃色的東西出來 嚴格 如果香港社會不能夠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 而任由那些打著自由民主旗號的陰謀得逞 鴉片戰爭 導致香港被割裂於祖國 港人淪為二等公民的歷史悲劇 可能重現 香港人就很嚴重 香港人 香港人 在1997年之前 這個是客觀的結果 香港是評為世界經濟自由第一 在80年和90年 香港在70年代 香港出現了經濟奇蹟 香港在法治 踏入世界十幾 我身為住在那時候的香港人 我一點都不覺得有悲慘的命運 那時候我是很開心的 那時候是 因為為什麼呢 我在港大的時候 你想想 那時候是文化大革命 低班的同學主張支持四人幫 都選贏了 學生會的人 那些叫做國粹派 沒有人拘捕他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港人論為二等公民的歷史悲劇 二等公民起碼 二等公民有權投票 一等公民現在投票 就是讓你選過才讓你投票 我們就成為千古罪人 就是 最好的東西 最好就是完全漠視歷史 這個是 現在我跟你說 是鄧小平 都高度稱讚 回歸前的香港的繁榮 安定 和人民的富庶 為什麼會變成很淒慘的命運 那時候淒慘的命運 那些人就拼命冒著生命危險 跑來香港 享受淒慘的命運 大合照期間 這個何超賢 叫李家超簽名 李鎮強 拿簽名 李家超不簽 因為簽就要個個都簽 這個中聯辦 特別行政區聯絡署 整長治九安的防護牆 開啟柔治及興 喂 日期究竟怎麼搞的 又柔治及興 開啟 你不要開啟 開啟就是這樣 由這一刻開始 就是柔治及興 但是你宣佈了柔治及興很久了 2020年7月1日 一年後 你就已經說 已經柔亂及治 柔治及興 這點又柔治及興 這些商會 全部贊成 歡迎 工業總會 中華總商會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總商會 這些都不用說了 這些 香港研究協會 6成7的人 認為 23條立法無損 平時生活的自由權利 我都覺得是的 普通來說 就是 他不會拘捕很多人 因為拘捕這麼多人 香港坐牢 抓你坐牢是很貴的 他不可以拘捕 數以萬計的人 因為 不夠監獄 也不夠 不夠懲教署的人 大部分人 你不要亂說話 不要去參加示威 不要跟境外那些 那些反華勢力聯繫 那就沒什麼 不過你就不要亂說話 去飲茶 去茶餐廳也不要亂說話 就是這樣 但是我看到 大家知道 香港民意研究協會 是偏藍的 當然是 他也是有 一個這樣的調查 都是有二十幾%人認為 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構成傷害 也有人擔心 對香港的自由生活構成損害 有些人怎樣調查 都是有三成人 是非常擔心的 親建制的南華早報說 為什麼要開快車呢 就是讓外國勢力措手不及 搞不及 我也不知道外國勢力 可以做什麼 外國勢力可以做什麼 你知道 這個就是 我相信其中一點 就是 第一 如果那個 慢慢地立法 的話 外國會提出很多意見 出來 而開始給北京很多壓力 現在 最多是布林肯 蘇利文說過幾次 美國 最近的壓力來自美國 美國是 沒有時間 你十幾天內通過 就具體問題 向中國施壓 譬如說 派軍艦進入菲律賓 之類的具體行動 所以他快一點 生米煮成熟飯 英國外交 這些我講了 香港的建制派 香港的民意 有七十幾%認為是憲制責任 我都認為是 既然《基本法》這樣寫了 你就要做 但是《基本法》 現在是不是廢紙 來的 外交部發佈了一份 措辭嚴厲的聲明 譴責港府 進一步損害香港 曾經有的權利和自由 他上次已經發表了一份聲明 其實上次過《國安法》 特朗普已經什麼都沒有做到 這次是發表多了聲明 23條 英國也再放寬了 BNO簽證去英國 可以帶那些成年的家屬去 當然他已經講過 這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Cameron說什麼呢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是因為法治 他獨立的制度 高度的自治 以及保護人權 現在這條法例 是造成破壞 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對國家安全 和外來影響 那個定義是廣闊到 是多數人不能夠接受的 他會侵犯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和媒體自由 整體 這個國家安全法例 就會再損害 香港的 權利和自由 現在 我希望 Urge Urge 是有壓力的慫恿 要尊重 這個 基本法講的言論和自由 而 保證 會遵守 他的國際承諾 美國國務院 喏 這兩天 Donald Trump和拜登會有話說的 我告訴你 這件事一定會有話說 現在最嚴重的 其中一件事一定要快些搞了 臨到選舉 如果Donald Trump選了出來 中國真的很嚴重 因為Donald Trump含恨在心 我現在明白了 Donald Trump不理會普京 他想哄著普京 他很討厭大陸 他覺得上次不能連任 就因為大陸的疫情搞了他 美國認為 條例 會令到香港曾經開放的社會加速公閉 什麼叫open society 一個open society 是容許 討論任何議題 人是准許自由出入 你明白嗎 貨幣是准許自由出入 香港人習慣了 在一個open society 而open society 這個是在香港的命運 我已經有說了 就是你要怎樣把一個open society 逆轉呢 你要有權拘捕 人 可以困住他 一年兩年 那時新加坡就是兩年 我看回新加坡 不用審的 都可以扣留你兩年 然後 有一些很嚴厲的法律 去懲治一些人 然後有足夠的警隊 這樣拘捕一千幾百人 社會就不敢出聲 open society就圓了 很多 法例很多措辭 罪行 定義不明確 什麼叫外部干預 非常模糊 外部干預是非常模糊 那些煽動那些更嚴重 大家說那些煽動法律 是抄英國的法律 它是殖民地的惡法 但是你知道 是六十幾年沒有用過的 這些法律 英國港英政府是不會用的 那個法律在1967年的時候 就用過 就用過告幾個人 但是都是坐幾個月而已 現在煽動是可以坐七年 而且煽動不需要牽涉及保護 它只要引起你 對其中一個族群 或者特區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引起憎恨 這樣就叫煽動 這樣是沒有辦法 將批評和煽動分開的 國務院分析這項立法 研究潛在風險 很可能對香港的旅遊禁令 由第二級升到第三級 美國駐中國大使 下來香港 跟那些 美國公司談過 看看他們有什麼擔心 可以有什麼防範政策 很可能 將香港的旅遊警示 升為三級 聯合國 大陸就說他們 根據遊戲規則 辦事 遊戲規則 尊重聯合國 但是 去到他們那些 他們完全不尊重聯合國 聯合國 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deplore deplore 又不是譴責 deplore 就是 表示 很討厭 很反感 deplore 加速通過新法案 是香港保障人權上的倒退 這個 這個是 代表聯合國說話的 這個人 你現在又不尊重聯合國 Hong Kong Watch 當然 這個就不用說 81個 國際國會議員 公眾人士 一起出來譴責 這個是 這個是 紐約時報 這個法例是 以 高速 超高速的速度通過 於是就有更多權力 打壓反對者 終結了幾十年的抵抗 以後香港 就是沒有人敢出聲 萬馬齊陰的局面 這個就是 Hong Berg說 這個1998年 首屆立會以來 通過最快的法例 有關的 有評論指新法會限制 經濟議題的公開討論 他是這樣的 我解釋給你聽 他社會及經濟議題 都可以是國家機密 你譬如說香港的失業率 講香港的外匯基金 是不是不見了 這些都是洩漏國家機密 所以 香港做生意的外國商人 就很害怕 這個條例的不清楚 CNN 新法例的廣泛定義和嚴厲處罰 我沒有見過 處罰得這麼嚴厲 就是 煽動可以坐7年 我想要走回去俄國沙王 才會有這些法例 然後牽涉到外國 還可以坐10年 因為說一句話 引致對特區政府的仇恨 我們不知道我們最勇敢的東方日報 還敢不敢批評特區政府 結果香港是一片寒蟬效應 香港沒有人敢出聲 並可能威脅到香港曾經 強勁的企業信息交流 並引以維豪的金融部門 金融部門 金融是什麼 就是炒消息 根據經濟資訊 政治資訊 而作出買賣的決定 如果這些事情是受到阻礙的話 怎麼做一個金融中心呢 德國商會就是最親華 香港的獨特價值正在消失 23條立法 增加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擔憂 印度剛剛超過了香港 它的IPO 好了 我作一個conclusion跟大家說 這個 為什麼要這麼急立法呢 它是想put an end to這件事 即是它是想將 很明顯 是想將關於香港的內部 對中國的 所謂的人心不回歸 就是告一奪落 這件事 所以 它就有了國安法 但是國安法 就不包括了間諜 這個竊物 煽動這些 它就把它放下去 於是它就完整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 大家知道 一去到下面立法 就有這麼嚴厲 寫這麼嚴厲 這個就是 它一定 大陸的立法 其實是follow了大陸立法的 思考 就是 政府是掌握了一切主動的權力 什麼都可以告你 他也有權不告 也有權告你 於是每個人都可能犯罪 他就可以選擇地執法 來威嚇每一個人 這個呢 這個呢 是決定了 他們迅速這麼做 就怕 香港有些人 是動搖 尤其是 這個委員會的十幾個立法會議員 說他們有做烈士的準備 是很可能 受到美國的制裁 這班人 是他們說的 這個 好了 我只是問一個問題 我只是問一個問題 過了23條 你猜 他會怎麼做呢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過了23條 沒事沒事 馬照跑 舞照跳 天下太平 過了等於沒有過 希望恢復香港市民的信心 希望外資來回香港 這是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是怎樣呢 立了23條 我就要拘捕一些人給你看 有一些原本 可以做的事情 現在我也拘捕了一些人 拘捕一些人 於是其他人就完全不敢去觸犯23條 究竟哪一件事會發生呢 我覺得中央政府是傾向A 但是實際走出來就是B 這個 你想想國安處每年花幾十億 過了23條 原來一個人都沒有抓 怎樣交代呢 原來香港局勢一點都不危險 做了一輪大龍鳳是不是自己很可笑 而且一點案都沒有 國安公署是不是要減人 所以他一定 就算中央叫 盡量Business as normal 他一定不是 有些人犯23條 不抓他就是這個膽子 結果實在抓 這些是沒辦法避免的事情 所以 在香港 我只可以建議大家 對外通訊要用VPN 我希望找個VPN可以介紹給大家 一定要補問 過去幾年 我已經 任何來香港找我的人 我都說 如果想跟我一起上 就用你的相機拍 你就保持住他 我就不會用我的相機拍 因為不小心 就暴露了你出來 跟我們聯絡 你在香港那些 你就最好用化名 用email 雖然我今天是沒事 我不想連累大家 如果有一天 我是被通緝的話 你就立即 取消了對我的關注 好嗎 好嗎 以及希望大家說話也小心一點 不要說一些 尤其是在香港的人 不要說一些 譬如說鼓勵港獨 這些事情 或者搞臨時議會 千萬不要答爹這些 不要答爹 不要share 大家要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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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段說到這段